就是爱她我想要陪伴她 要我回来我今天不能爱她 我回来谈了一年多吧 她看到我心情就特别感动 就愿意慢慢慢慢就感情了 这次婚礼就给我更大的信心 以后甚至想着我会当爸爸 要我活着我就能不能爱她 我就是把握现在 活着我就好爱我的伴侣 孝敬我的老人 感恩稍微对我好的人 我认识张伟是在 18年的10月底的时候 然后就在一个平台上面 就看到关于张伟的报道 就是那时候报道的是 她把她的遗体还有器官 都捐赠给这个红十字会了 然后还有相应的简介 就是说她去爬太山 长城还有华山 而且都是她自己一步一步登上去的 然后我就想着想认识她 然后11月6号呢 我就带上我妹妹过来看网她了 她身上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不然就能感染到很多的人 我真的是被她打动到了 我真的是爱她 我想要陪伴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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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